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这些叫说啊呀 千万不要把你的财富存在地球上 小偷一定有你的办法 拐的 骗的 炸的 欺的 一定会把你骗光 炸光 这小偷没办法 水灾有你的办法 一夕之间大水飘走 火灾有你的办法 一夕之间全部烧光 火灾 水灾没有你的办法 土石流有你的办法 这些水灾 火灾都没办法 那大地震一定有你的办法 好 小偷 拐不走 诈骗不走 这些火灾 水灾 土石流 也哪里没办法 诶 实践到一定有一种东西 有你的办法 会把你的财产全部夺走 就是无常一道 就什么都没有 以前中部有一个居士 他家有十五间楼房 透天 透天 香港不晓得怎么讲 香港都是大楼 中国大楼 台湾讲透天措 可能大楼听不懂 就是这一栋 一层楼 两层楼 三层楼 都是自己的 这个台湾化 叫做 太大楼 这大楼一旦就杀不 不知道被公善 大楼的用语 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这五经 十五间搜寻 说了很多 诶 有一次见到师父说 哎呀师父 我日子过得去 我日子过得去 诶 我呀 有很多的房租 我让他恭喜你福报 诶 诶 师父说 我等到有一天 我有一点钱 我要拿来供养师父 让你见道场 空法立身 我说行 撒当 他的儿子 突然来文殊讲堂 说要立牌 我说这是谁 这是我妈妈 三年前 来跟你见面的 我是他儿子 什么撒当 拜拜 拜拜 就再见了 三年 所以你看 这种人 所以这个哲学家 讲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布什 要有一股傻将 否则拿不出来 哎呀 真是这样子 哎 布什要有一股傻将 否则拿不出来 但是话讲回来 我们是法师 能讲这种话 你们这居士 是不可以讲这种话的 你们有家庭 你们有事业 你们 要继续 养活这个家呀 我讲的是我们出家人的立场 所以 你们保有财产 是很正当 很正常的 像我就很聪明了 我才不会那么笨 哎 我告诉你哈 我从年轻到现在啊 至少去住恋 有一千个人啊 死人往生 家里都不敢处理的 都是我去处理的 都是我去处理的 很奇怪 我从小到到 对这个一点都不会忌讳 我常常观想 有一天我也要躺下来 让人家处理嘛 是不是 怕什么呢 啊 我告诉你 我把这个人家处理的 我的意思就是 人台币 放进棺材 一点用处都没有 世间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我讲这个 不是叫你要布施 就是说 你心里要先事先准备 这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有没有看过说 哪一个人躺在棺材上 旁边很多的人民币 几个亿的人民币 把那个人民币拿出来布施 也没有的 聪明的人 要把金钱转化成智慧的法宝 散播出去 散播出去